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X要小于等于1 那同学这里以往的同学比较容易错误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画一个数线 很可能会把它这个解击盒 这重叠的部分会搞错 那我们这边重叠的部分是哪里呢 首先我们先把X轴画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把这个-1跟1 这两个分界点呢把它点上去 那这个式子 同学这个式子X大于等于-1 我们用这个绿色这一条 X大于等于-1呢 它是这个这个范围 它是这个范围嘛 是X大于等于-1 也就是说从-1呢一直到最右边到无限大 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范围 这个 它是X呢小于1 小于1的话呢 所以它的范围呢就是从这边呢 一路呢到最左边 一路到最左边到负无限大嘛 所以它是从这个正1到负无限大 这个是这个第二个 那所以同学你看一下 这个绿色跟红色 它重叠的部分 才是同时满足 这个连力不等式的解 那重叠的部分在哪里呢 好我们就用这个 再找一个颜色 所以它们重叠的部分呢 就是中间的这里 这一段是重叠的 这一段是重叠的 那因此呢 有了这个 图形 这个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这一题它的这个解析盒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X呢 必须要介于 负1到1之间 好介于负1到1之间 好那这个图形呢 我们还是建议同学 你在解析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它画一下 不然这个方向 你很容易会看错 好以前有些同学呢 他就写只有 写一个 写一个绿色或写一个红色的这种 或者是S大于等于负1或S小于 他没有把它处理成像这样子 连立起来 连立起来 好因此呢 这个是同学要注意的 要把它画图一下 看看它 这个两个不等式的解 它重叠的那个部分